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Hanabi的搭配,我是橘猫Hanabi 今天呢为大家统计一下我2020上半年以来拍的50套装扮中出现率比较高的小屋 视频里的推荐内容呢主要分为四部分 分别是项链、边夹、戒指和头雾 每个分类中出现的小屋顺序将以我使用次数从高到低排序 那么正式开始之前呢首先为大家说明以下几点 第一点,同型不同色的小屋将归为同一种进行使用次数叠加 第二点,由于大多数小屋并不是正在售卖的状态 所以我将在旁边为大家标注淘宝店铺或微博作者的连接 第三点,由于手作作品的客观因素较多 本次统计中出现的价格仅为我当时勾入式的价格 二手市场的价格浮动以及作者再犯的情况将不会被计算在内 第四点,若小屋维裙子上某一部分的装饰配件并没有单独出售过 也不在本次的统计范围内 下面就让我们正式开始吧 Lusa太太的设计审美总是可爱中透露着精致感 品控质量也是绝对放心的啊 Sparkling Bonnie系列以棒棒糖的造型为基础 让佩戴者仿佛置身于可爱的兔子王国中 其中兔头中间压克力部分的一些珠子也是Lusa太太自己亲手一颗一颗制成的 链子的前端主要由穿珠以及金属配件组成 后半段则是用亚克力链子 佩戴过程中可以自行调贴链子的长短 最长可到胸前,最短可到锁骨 收纳方面我是直接挂在墙上的 经历了半年的时间,金属配件没有明显的氧化现象 粉Sax兔头可以搭配的裙子颜色 在浅色系与深色系之间游刃有余 既可以当作吸睛的主体 也可以与其他小物相辅相成 这款choker是20人民币以内就能搞定的白菜款 这种黑皮带加各种金属配件的choker组合款式呢 和babydoll的颜色一样多 大家随便搜一下刚刚title珠给出的关键词 应该能出现上百种吧 关于长度调节的问题呢 这种choker一般在后面都用的是暗口 还有一些使用的是打孔的皮带口 调节起来还是十分方便的 因为非常便宜耐操就被我直接扔在洗手池旁边的手持架上收纳了 用酒后的氧化和掉皮可以当作是做旧痕迹 主要推荐呢还是搭配朋克类或者哥特类的lolita 像挂脖类 衬衫类 皮衣或者T恤搭起来都没有违和感 奶酪魔女太太从商品到文案都为客人营造出了非常魔法世界的神秘氛围 每一次都让人身临其境 有绝佳的购物体验感 因为实在太受欢迎了 经常手慢无 药剂的链子为可调节长短的全金属链 因为金属链是古铜色的做旧款 所以我就直接挂在墙上收纳了 药剂项链适合搭配深色系哥特风或朋克风的小裙子 主要用于减少自己的麻瓜感 以达到小魔女或者小恶魔的效果 需要注意的是药剂瓶子为玻璃材质的易碎品 所以佩戴和收纳时请务必小心使用 对比市面上其他融化月亮的模具来看 VP这款的开模也是独一无二的 塑料片的整体包括边缘都很平滑 亮粉也非常均匀 链子的前端为穿珠链 而后半端则是金属链 收纳方面我是直接挂在墙上的 也是经历了一年的时间金属配件没有发现明显的氧化现象 融化月亮当然是适合搭配田洛的项链 鬼斑会参考裙子上的丙图图案 为有天空感的裙子做一些点缀 这两条星星choker是我在日本手作网站Mina购入 几乎看不到手作痕迹 丝带本身呢手感就比较厚 店主还有车了线做成了双层的 所以整体佩戴效果看起来比较硬挺 没有普通丝带抽壳软绵绵的下垂感 抽壳的背后靠龙虾扣可以调节长短 这两条我放在盒子里收纳了一年半左右 金属配件却有很明显的氧化现象 并且丝带内侧部分应该是佩戴时蹭到了粉底的缘故 有发黄的使用感 粉色和Sex色基本上可以hold住所有甜细的裙子 是比较万用的甜细基础款抽壳 太太的糖果在格子布外面又加了一层更有甜度的点纱 糖果的颜色和种类都可以选择 涂上是偏方形的还有一种是偏圆形的 糖果两端的蝴蝶结也可以选择材质哦 我觉得这样一样一种也非常可爱 所以就没有做成对称的 这种小糖果看上去很简单 但是要做到每一个形都一样 而且这样胖胖的很可爱还是挺麻烦的 我用了快一年没有任何开胶脱丝或者线头的问题 质量还是非常好的 除了头上装饰外 像肩带腰带裙摆蕾丝 围裙等各种地方都可以见缝插针 并且还能代替别针的功能 固定一些铺料 既方便又美观 来自草莓教主 露萨太太的又一发甜蜜轰炸 我一直觉得这种甜点类的小物 如果做到看上去很有食欲 甚至还能闻到食物的香气 就是很成功的作品了 我是直接挂在墙上收纳的 暴露在空气中的金属配件都没有氧化 但因为使用次数多了 加上时间久了 低胶的表面都会有一些黄色的使用感 这个是无法避免的 并不是因为质量不好 我基本上是用来搭配 同色系的田螺 或者带食物图案的小裙子 青形黏土 顾名思义的话 粉粮非常轻 戴在头上或者别在身上的效果都很好 顺便一提 这一款是胸针和边夹两用哦 这一款兔子边夹 兔子身上是短短的软绒毛 但是尾巴的手感呢 就比较粗糙 没有身上好摸 如果有人以衫充正的话 可以请他拍一下金属上的logo缩写 以及背后的AP水洗标 怕细灰的话呢 一定要放在盒子里收纳 不然小白兔就会变成小灰兔 兔子的整体体积比手掌略小 推荐搭配色差比较大的裙子会显眼一些 不过不方便的地方就是 兔子背后只有一个牙嘴夹 为了兔子的头朝上 只能从左往右夹过去 这款糖霜边夹的主要材料就是奶油胶和螺纹带了 有一些奶油胶做的糖霜小物会显得很廉价 但是这一款奶油的流动感比较真实 整体看上去就很舒服 我是直接挂在墙上收纳 没有明显的吸灰感 基本上属于只要搭配有同色系的裙子 就绝对不会出错的小物 而且上面的糖霜粒只要不有意去搓的话 平时正常胚带是不会掉渣的 这一款就是我心中传说中的万用基础款编加了 它是姑鸟之鸽系列可以单独购买的配套小物 背后为胸针和编加液体 虽然是使用的国产金属配件 但由于我一直放在盒子里保存 并且之前经魔女太太的科普 金属配件只要不直接接触到皮肤的汗液 就不会有很明显的氧化现象 这款编加我都是作为领结来搭配的 因为是非常简单的万用款 可以搭配的风格也很多 如果让我推荐一款性价比最高的国产塑料片戒指 那一定是Katty Party家的蝴蝶结戒指 它为什么这么好用呢 基本上可以统计为以下三点 第一点就是颜色非常的丰富 只有你想不到的颜色 没有它出不了的颜色 第二点就是蝴蝶结戒指的体积比较大 如果你想达到那种磁甜的效果 但是又没有那么多的戒指小物呢 你可以只套一个蝴蝶结在你的手指上 这样它就会完美的挡住这根手指外 旁边两根手指上没有戒指的事实 第三点就是戒指环的放量 它有些神奇 如果你的手指粗细程度没有很大差别的话 那么这个戒指你既可以套在无名指 这种比较细的手指上 也可以套在大拇指上 这个冰激灵戒指的制作方法非常简单 你只需要拿一块星星纱把它们剪成布条状 然后把剪好的纱和冰激灵球一起粘在纸托上就完成了 冰激灵球就选择品相比较好的诗丸就可以了 这款戒指也是在我各种甜系搭配中 经常会露脸的一个万用款 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 对Vivian Vasu这个品牌的认知来自于日本动漫Nana 而这个四段式的盔甲戒指就是因为Nana一直戴在手上而广为认知 这款戒指在官网的分类中其实是属于男式的戒指 你根据自己的手指指围量一下之后去选择官网的尺寸就可以了 戴上后的感觉没有像看上去那样不是很舒适 手指的弯曲也不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配戴的时候尽量避免沾水 然后定期用擦银布擦拭一下防止表面的氧化 基本上做偏哥特或朋克系罗雷塔的搭配都会用到这款戒指 美沙子合作款这个戒指呢 其实就是把两种不同颜色黏土做成了奶油堆积感的造型 但是这种饱和度偏低的粉紫色 配合这种玫瑰花苞刚刚盛开的感觉就会让人很舒服 这个甜点的造型呢 除了搭配甜细时会有可爱感之外呢 搭配比较偏classic的裙子时又能显出一种高级感 今天推荐最后一款戒指呢 就是baby的兔熊戒指 在我的搭配中出现的分别是去年兔熊樱桃系列 和今年兔熊冰激凌系列的配套小物 借拖为可调节大小的金属拖 目前没有发现氧化现象 虽然是baby的戒指 但是兔熊眼外嘴斜的情况还是时有发生 未来希望加强一下品控 瘦耳头式的分类基本上可以分为以下两种 分别是瘦耳KC以及分体的瘦耳发夹 瘦耳发夹就没什么好说的啦 都是由弹簧夹或者鸭嘴夹固定瘦耳 成对出手 不过这里可以对比一下 质量比较好的瘦耳发夹通常会把发夹缝合在耳朵的里面 而质量一般的呢则会直接把发夹粘在瘦耳底部 瘦耳KC的分类基本上可以再分为以下三种 第一种就是价格偏高 但是可以以假乱真的仿真瘦耳 第二种是国派和日派都非常常见 只是模仿小动物耳朵形状的毛绒KC 而第三种就是迪士尼出的角色KC 因为我做搭配的时候 通常对角色的代入感都比较强 所以如果不是专门为了做某一种动物的搭配 我是不会用仿真类的兽耳KC的 上半年只有在做动物狂想曲 哈鲁和路易的搭配的时候用到了仿真兽耳 同样的道理 由于迪士尼的兽耳 它们都是特定角色的延伸周边 所以搭配后的重点容易在角色 而不是在裙子上 非常容易喧宾夺主 比如这套星空棒棒糖的搭配 我就用到了星带露的兽耳 所以在做搭配时 你很难不把自己去和星带露联想在一起 我干脆就还使用了大量星带露的紫色 以及其他的周边 来完成一套更贴合角色的搭配 那么这样筛选下来的话 最后比较万用的款式就是毛绒兽耳KC 这种毛绒KC你既可以配合饼图上的小动物图案实用 也可以就是单纯的为自己增加一些甜度和可爱感 除了专门的洛莉塔配饰店 像淘宝上的大街款珍珠发家 衣子家 儿童发家 BB家 都是我们大洛的好帮手 如果日常穿洛莉塔出门不想要太过夸张的造型 那么别几个珍珠发家在头上绝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另外配戴bonnet时也可以用珍珠发家在底部做一些边缘的装饰 衣子家和儿童BB家都是非常非常白菜款 甚至有一些店会把它们当作赠品 虽然价格白菜但是使用率却是非常的高 另外如果需要固定假发或者一些头雾的话 这种彩色的小发家也可以代替普通的黑色衣子家使用 说到baby doll的发带 大家第一反应可能都是 这是一款比较偏classic或者比较偏甜的小物 但其实如果搭配得当的话 它也是可以搭配出gitter的效果 另外根据戴在头部位置的不同 也可以搭配出不一样的视觉体验 比如如果戴在头顶稍微偏厚的位置 就会体现出更多的优雅感 如果稍稍往前移到刘海的部分 就会有一种戴bonnet异曲同工的可爱效果 除了baby doll的发带 baby还有另外一种定翻发带用的蕾丝 是和baby doll一模一样的 但是中间的部分是十字交叉 并不是这种跳线型的 而且两端的蝴蝶结也没有基础掉坠 单瘦发带的话可以对比一下哦 除了瘦尔kc 玉子屋的瘦尔帽子 也是一个可以在你的搭配中为可爱加分的小屋 材料主要分为毛线和毛绒两种 这两种材料在佩戴的时候都非常假发友好 不太容易起经典 除了帽子本身可以为可爱加分外 在帽子外面做非常多的装饰 也是我的一个常用手法 余总的这一款淡奶星流星边夹 就是上述小发家中的BB夹 无论是在头上单独佩戴 或者和其他发家一起混合使用 都能达到非常梦幻可爱的效果 今天的搭配推荐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通过这个视频 能帮助大家更好的筛选 自己需要的小屋风格 以及小屋品牌 如果大家还希望看到哪一种小屋的推荐 可以在评论或者弹幕中留言给我 我会在大家提到的种类中 挑选一些常用又好看的款式 做下一期的视频 那么今天到这里就结束了 拜拜